那我选择 今天我们来聊 星剑神话 最近被誉为人类历史上体积最大 推力最强的火箭 马斯克的星剑进行了第二次发射 虽然33台发动机工作正常 但一二级火箭分离不久 二级火箭就发生了故障 星剑最终解体爆炸 SpaceX官宣发射失败 但这次发射又是成功的 因为取得了宝贵的数据 据统计 如果包括之前的星剑原型机 目前星剑一共发射了14次 其中9次失败 5次达到事业目的 但没有一次是完全成功的 而马斯克随即在推特上表示 几个月后将继续发射 直到成功为止 为何星剑一次次失败 马斯克还是要不断尝试 他为什么要在火箭发射这条路上 疯狂死磕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马斯克的星剑计划和他的终极目的 马斯克为何对火箭情有独钟 这还要从他小时候的经理说起 看过他一路走来的历程 你就会发现 他的人生就和火箭一样 一飞冲天 直冲云霄 1971年 马斯克出生于南非 他的父亲是英国荷兰浑雪 在南非是一名积电工程师 母亲是加拿大人 早年是一名模特 但两人在马斯克10岁不到的时候 就离婚了 马斯克跟着父亲生活 这为他日后的蛻变 打下了基础 在父亲的影响下 他对科学和工程十分着迷 是一名典型的理工男 在他10岁的时候 父亲给他买了一台电脑 他就学会了编程 两年后 他设计了一款太空游戏 以500美元的价格 出售给了一家杂志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就是马斯克创业萌芽的开始 1988年 17岁的马斯克高中毕业后 第一次走出南非 来到了加拿大母亲的故乡 寄居于母亲亲戚家 当时的北美学术氛围很好 他获得了加拿大估计后 申请进入到了加拿大女王大学 之后马斯克又获得了奖学金 进入世界顶级商学院 美国宾州的沃顿商学院 攻读经济学 在此期间 他开始深入关注 互联网 清洁能源 太空发射 这三个最前沿的领域 他在取得了经济学学位后 又拿到了物理学学位 当时在校同学说起马斯克 都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参加派对 但又会通宵学习的人 他看起来天天在玩 但次次考试都名列前谋 马斯克的学习能力一流 在物理 工程 经济 金融 社会 等各个学科都有设计 1995年 24岁的马斯克 进入世界顶级学府 斯坦福大学 攻读材料和应用物理博士学位 这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个绝佳的求学机会 但仅仅在入学的第二天 马斯克就决定退学创业 这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他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他编程了一个 在线开发内容的小软件 Zip2 获得了硅谷一家公司的天使投资 从小就种下创业基因的马斯克 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个进入商业世界的机会 所以果断退学 去开发这个小软件 最后 连纽约时报和芝加哥邮报 都成了他的客户 1999年 康博电脑 以3.5亿美元收购了Zip2 28岁的马斯克 套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股权 2200万美元 他立刻辞职 拿出了其中一半 1000万美元 和另外两位硅谷的合伙人 创办了一家 在线金融服务公司 X.com还花了100万美元 买了一辆当时世界最顶级的超跑 麦凯伦FE 当时的互联网 正在进行快速迭代 互联网支付是最新的领域 一年后 马斯克就将X.com 转型为服务于互联网支付的公司 改名为PayPal 并在世界范围内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之后 淘宝在国内开发了 中国版的PayPal 这就是支付宝 2002年 PayPal被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 Ebay 以15亿美元收购 马斯克从这笔交易中 拿到了1.65亿美元 但马斯克在之后的权力斗争中 被赶出PayPal 这是因为 马斯克在PayPal被收购前 就在公司内部策划了一个叫做 火星绿洲的项目 他的计划是在火星上 建立一个小型实验室 用来测试地球上的农作物 能否在火星的土壤中生长 这个计划被公司的董事会认为 是偏离核心业务的荒诞举措 这也是马斯克在PayPal收购后 被赶出公司的原因之一 拿到钱后的马斯克心想 你们不玩我就自己玩 立刻拿出了一大半资金 1亿美元成立了一家太空探索公司 这就是现在的SpaceX 之后马斯克又投资了 特斯拉 太阳能 清洁能源 等一系列的公司 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资金 而且他的目的就是 用这些公司赚到的钱 来支持SpaceX的火箭发射 因为在当时 没有任何一家私人火箭发射公司 对于传统的火箭发射 只有以国家为单位的航天机构 才有实力去发射 而他也很难融到资 没有投资人看好这个领域 马斯克最后决定 自己投资 用最具性价比的方式 实现他的目标 一番调研下来 马斯克发现 互联网金融和火箭发射 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 即便是手握1亿美元的资金 扔进火箭发射领域 连个水花都看不到 这点资金连启动研发都不够 于是 他把目光描向了俄罗斯 这里有大量前苏联冷战时期 留下来的太空遗产 2002年2月的一天 马斯克带上了一位火箭专家 联系上了一位莫斯科的线人 来到了当地一栋神秘的大楼中 他要在这里买一枚 苏联时期的弹导导弹 当然 他的目的不是买军火 而是弹导导弹上的火箭发动机 这是火箭最核心的东西 在谈判桌上 马斯克本来想以2000万美元 买三枚弹道导弹 但对方坚持800万一枚 马斯克听后 直接砍到800万两枚 对方双手一摊 用鄙视的眼光看着他 并说 如果没钱就别玩火箭了 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在回学的路上 他对助理说 买不到就自己研发 无论如何也要把火箭搞出来 但回到美国后 马斯克还是发现 从零研发火箭发动机不现实 于是他又跑了莫斯科三次 最后还是花了1000万美元 买了两枚苏联时期的弹道导弹 有了这两枚弹道导弹 马斯克就开始招募起火箭工程师了 他的员工大部分都来自于 NASA的航天部门 当时由于美国航天投资大减 很多人都失业了 这给了SpaceX一个机会 而且 马斯克之所以敢进军火箭发射领域 是因为SpaceX的另一位创始人 叫托马斯·穆勒 他是火箭发动机领域的顶级专家 也就是前面陪马斯克去莫斯科买导弹的那位 托马斯·穆勒毕业后 就在美国的TRW航天公司工作 这家公司受聘研发了 美国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是美国国防部旗下的武器供应商 穆勒在TRW负责火箭发动机的研发 之后他被介绍给了 正在创立SpaceX的马斯克 马斯克问他 能否研发一款史上最强大的火箭发动机 他说可以 于是他就被加入了 马斯克的计划是研发一款巨型的火箭 可以将人类从地球发射到火星 这就是他雄心勃勃的星舰计划 星舰和传统的火箭相比 在发射方式上有巨大的不同 传统的火箭均为一次性 在将飞船和卫星发射到轨道后 在大气层中就会被抛弃 然后燃烧掉 再次发射要制造新的火箭 不仅成本高 而且时间也长 马斯克为了减少费用 决定采用一种极为创新的方式 那就是回收利用 重复使用火箭 因此 这就需要一种强大的火箭发动机 托马斯·穆勒开始研发 代号为梅宁的发动机 在2002年 穆勒告知马斯克 经过优化 原本的研发时间缩短了一半 但马斯克又要求穆勒 再把时间缩短一半 正是在这种疯狂的时间压迫下 SpaceX才从一次次破产的边缘 存活至今 梅宁发动机 首先在SpaceX的第一款火箭 猎鹰一号上饰演 但其中困难重重 无法取得进展 欧洲航天局当时甚至讥讽说 这是在自家后院里 拼出来的火箭引擎 当时最主要的困难是 没有资金 猎鹰一号无法进行试费 公司面临困境 所有和马斯克说不可能的员工 都被他开除了 也没有投资人看好SpaceX 但这时NASA出手了 因为NASA一直想寻求 优秀的航天供应商 用以推进美国庞大的太空项目 但旗下的供应商 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 在研发进度和成本控制上 显然都很难让他们满意 于是 他们看到了新兴的SpaceX 决定拿出一小部分资金 大约数亿美元 来投资SpaceX 在当时 NASA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只是提供资金支持 没有提供任何技术支持 因为 相比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 SpaceX显然不是嫡系公司 有了这笔资金 NASA在几个月后就启动了试飞 虽然第一次试飞 梅林发动机就起火 但经过改进 两年后 NASA首次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是跨时代的 因为 这是世界第一枚 由私人航天公司研发的火箭 成功进入地球轨道 而且 NASA的商业发射费用 只有4000万美元 而当时 传统的火箭商业发射费用 在1到2亿美元 这几乎是其五分之一的价格 在当年 列印一号就帮助马来西亚 发射了一颗卫星 这一成功案例 让SpaceX吸引到了一大批投资 包括谷歌在内的投资方 有几十亿美元 拥有了大笔资金的SpaceX 开始研发第二款更大的火箭 也就是 列印九号 顾名思义 就是安装有九个 梅林发动机的火箭 并且 SpaceX第一次在 列印九号火箭上 尝试回收技术 从2008年到2020年 经过上百次的迭代测试 列印九号的垂直回收技术 日趋成熟 SpaceX也拿下了 包括NASA和俄罗斯航天局 在内的大笔订单 将俄罗斯和美国的宇航员 运送到国际空间站 SpaceX也逐步掌握了 货运载人的 龙飞船建落回收技术 和列印九号的 反推垂直着陆技术 马斯克降低了 航天发射成本 列印九号的推力更大 运载力更强 但发射费用 只有4000万到7000万美元 这在国际上 是一个非常具有 性价比的价格 因此 SpaceX接到了 大量的商业航天订单 在列印九号成功后 SpaceX又研发了 装有27台梅林发动机的 重型列印 就是把三台列印九号 捆绑在一起发射 也取得了成功 之后 马斯克开始执行 它的火星计划 就是那款 可以运送人类去火星的火箭 这就是星舰 最开始 这个火箭叫大型列印 后来 马斯克认为 这个火箭在建造方式 和发射模式上 和列印系列有很大不同 所以 就改名为 星舰 这个名字一经出事 就引起了轰动 这也是马斯克 极为擅长使用社交媒体 来吸引公众眼球的方式 首先 星舰被设计成了 长120米 起飞质量5000吨 起飞推力7400吨的 庞然大物 运载能力为100吨 可以将100人 及其装备 送往月球 火星 和其他遥远的目的地 这款火箭的推力 超过了冷战时期 执行阿波罗计划的 世界最大的火箭 土星5号 因此 需要匹配全新的火箭发动机 星舰的发动机 被命名为 猛禽发动机 也是由 托马斯·穆勒 主持研发的 一开始的设计目的 就是要将 100多吨重的火箭 运输到火星表面 并返回地球 对于星舰这个庞然大物 虽然猛禽发动机的 单机推力 相当于梅林发动机的 2.5倍 但经过计算 还是需要33个猛禽发动机 才能将星舰 推出大气层 但是 如何将这么多发动机 装到火箭上呢 这时候 托马斯·穆勒 又借鉴了苏联的方案 在冷战时期 苏联和美国 都在争取 将第一个人类 送到月球上 所以 都在研制 推力巨大的火箭 美国研发的是 土星5号火箭 苏联研发的是 N1火箭 在发动机的研发上 苏联是落后于美国的 所以 他们只能将 单个发动机 以堆砌的方式 装到火箭上 这台N1火箭 采用了前所未有的 并连方式 将30台使用 液氧 没有的NK33发动机 装到了火箭上 其中 外环的24台发动机 用于控制火箭的垂直发射 中间的6台发动机 则用来控制火箭的转向 对于如此复杂的设计 是需要经过 大量验证和计算才能试飞了 但美国的土星5号 这时已经进行了 多次成功的试飞 苏联已经大大落后了 所以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 为了赶进度 要求 N1在1969年1月前 必须进行试飞 于是 第一枚N1火箭 仓促试验 此时 30台NK33发动机 都是刚出厂 还未进行过 点火测试的 发射时 巨大的推力 将N1火箭 推向天空 刚开始 一切正常 但6秒后 两台发动机熄火 25秒后 传感器传来 燃烧室压力不足 66秒后 剩余的28台NK33发动机 功率过载 管路系统出现高频震动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火箭开始旋转下坠 69秒后 火箭在空中解体 发生了大爆炸 此时 N1火箭飞到了 12000米的高空 第一次发射 宣告失败 5个月后 第二枚N1火箭 被拉到了发射台 这次选择了夜间发射 也许是为了防范 失败后被拍到更多的照片 尽管过去的5个月 NK33的发动机并联问题 还没有解决 所有人都很紧张 但高层的命令 如大山压阵 谁也无法违抗 在火箭点火后的第6秒 一枚螺丝钉 被弹入到了油料泵中 控制系统自动关闭 刚刚起飞的N1火箭 从200米的高度 坠向地面 引发了大爆炸 N1的第二次发射 又失败了 之后 美国土星5号成功发射 并在1969年7月21日 把人类送上月球 美国人赢得了登月竞赛 苏联又进行了第三次 和第四次N1火箭的发射 但全部都失败了 自此 苏联放弃了N1火箭的改进 也放弃了载人登月计划 可以说 火箭研发的落后 是让苏联输掉 登月竞赛的主要原因 而一直借鉴苏联方案的SpaceX 为何还要采用这种失败的方案呢 首先 多个发动机并联 是一种高性价比方案 在冷战时期 计算机技术很落后 很多时候需要人工计算 而现在 计算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发动机并联的稳定性 大大提高 再就是 火箭的系统设计 以金飞锡比 马斯克认为 采用并联的新界 是安全可靠的 他不仅要求发动机并联 还要求火箭可以一二级分离 并且各自都能返回垂直降落 这笔N1火箭的难度 提升了不止一个维度 现在一般的火箭 都使用液氢做燃料 新界是要飞往火星 并自动返回的 而在火星上 制造氢气是一笔大费用 而甲烷则更容易产生 因为火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很容易产生甲烷 于是 穆勒认为 使用甲烷做火箭燃料 虽然火箭会变得更重 但发射费用会便宜一半 他告诉了马斯克 马斯克立刻同意了 新界更换了燃料 就变重了 为了保持原有的载荷 火箭的重量就必须减轻 传统的火箭 采用的是钛合金 高强度铝合金 还有碳纤维复合材料 这些材料虽然轻 但是很昂贵 马斯克让SpaceX 使用一种足够轻 又足够便宜的材料 来建造新界 于是 研发团队找到了不锈钢 没错 就是我们常见的不锈钢 它的代号是304L 和传统的304不锈钢比 只是减少了碳含量 这样 可以让它在焊接时 更容易成型 而且不锈钢在高温下 还具有很好的耐辅实性 重点是 这种材料真的便宜 马斯克招募了一大批 不锈钢工厂中的优秀人员 用来制作新界的外壳 被分段制造的新界模块 很容易被焊接在一起 并一起对叠成火箭的形状 用马斯克的话来说 如果需要 它可以设计一款 超越世界第一高楼 哈利法塔的火箭 之后 再将火箭内部的各种部件焊接 包括火箭推进器 甲烷存储器 各种导管 燃料存储罐 像搭勒高积木一样 其乐无穷 最后 还要在不锈钢外壳上装上隔热瓦 因为火箭在穿越大气层时 要承受2000摄氏度的高温 因此 这些使用陶瓷复合材料制作的隔热瓦 会将火箭保护好 被设计加工成六变形的隔热瓦 具备优异的隔热效率 而且 设计成一块块的 在损坏后 也很容易更换 15500块隔热瓦 被均匀的贴在星舰的底部 因为 星舰返回地面时 是一面朝下 所以 只需要一面有隔热瓦就可以了 这和航天飞机的隔热瓦原理是相同的 因为 航天飞机也是重复使用的 可以说 星舰 就是一种新型的航天飞机 星舰为什么有120米长 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款火箭 这是因为 它其实是分为两部分 上半部分是星舰 具备独立的火箭发动机 是人员和货物运载舱 分离后可以自动降落 下半部分 则是一个完整的火箭推进器 叫做超重星舰 也叫做星舰助推器 在上半部分的星舰被发射进太空后 下半部分的超重星舰 就会自动返回 垂直降落 通过起重机 将第二艘星舰安装上去 随时准备发射 这就是星舰快速发射的基本原理 但为了更高效地回收超重星舰 SpaceX 正在研发一种新型的回收台 用两根架子形成的结构 将降落的助推器拖住 然后 直接装上星舰就可以发射 马斯克把这种结构 叫做筷子 这种降落方式 就像用一双筷子 把火箭夹住一样 用这种方式 就省去了将超重星舰 用起重机搬上发射台的过程 马斯克真的是流程优化框 他说 如果需要 星舰可以做到 一天进行三到六次发射 这种恐怖的发射效率 让包括NASA在内的世界 其他国家的航天机构 都为之寒颜 星舰如果要前往火星 即便是采用最佳的发射窗口 也需要六个月之久 所以 为了让这一百人 有相对舒适的环境 星舰的内部构造 可以说是 人类目前为止 最豪华的飞船空间配备 首先 在星舰的最顶端 设计了一个大型的观景窗 在必要的时候 外部挡板会全部打开 让成员看到太空中 奇特的天文景观 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这一百人 在六个月的漫长时间里 不至于无聊和寂寞 甚至 还有人设想了 在观景窗里 还可以有一些音乐节目 和歌舞表演 这就有一种太空歌迹的感觉了 再往下 是星舰的公共活动室 这里有多个大型显示器 显示火箭的数据和形成进度 还可以和地球通话 也是星舰成员的一个交流空间 再往下 就是星舰的健身房 为了保证降落到火星之前 船员们的身体不至于出现肌肉萎缩 每位成员每天都要在这里进行必要的训练 以保持强壮的体格 再往下 就是星舰的睡眠舱 这里设置了50个睡眠舱 100人进行轮流休息 每位成员的睡眠时间都被严格限制 其中 还可以放置私人物品 和地球的家人进行通话等 再往下 就是星舰的设备舱和防辐射隔板 还有星舰的厕所和浴室 总之 在星舰前往火星的途中 100位成员必须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完全打标 才能度过这个漫长的过程 这样 当第一批100个船员到达火星后 他们将不会返回地球 因为 在出发前 他们就签署了单程票协议 他们将作为火星的第一批开荒牛 进行火星表面基地的建设 为后续的船员到来做准备 可以说 他们是真正的勇士 是真正的太空冒险家 星舰虽然在技术上进行了突破 但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发射都失败了 但马斯克为什么要一次次试射星舰呢 这是因为 他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让人类成为真正的跨星际物种 如果说人类登月 相当于是在一个小岛外发现了另一个小岛 那么 将人类送上火星 就相当于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其中的意义更为重大 而马斯克认为 人类要真正在火星上定居 需要至少8万人 而要将火星进行地球化改造 变成可供人类居住的环境 需要耗费1000年的时间 如果未来人类能够将火星基地 改造成适合人类繁衍的地方 那么他们的后代将成为第一批火星人 这是人类第一次星际殖民的成功 对人类的意义非常重大 这也许说明 文明进行星系级别的扩张 是可以实现的 人类终将发现外星人 或被外星人发现 我们将解决那个终极问题 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独 马斯克认为 在火星上建立人类文明的第二栖息地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有两个主要目标 一是为了保护人类免于灭绝 二是为了激发人类 对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 他认为 未来的几百年 人类会面临很多潜在的灭绝威胁 比如核战争 恐怖主义 人工智能 小行星撞击等 如果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么一旦发生灾难性事件 人类就可能消失在历史中 而如果把一部分鸡蛋放在另一个篮子里 那么 即便地球上的人类毁灭了 人类还有机会继续存在和繁衍 马斯克把这种思想成为种子船 就像古代航海者把种子带到新大陆一样 所以 星剑就是他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东西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让星剑成功 并说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百个人 乘坐星剑到达火星 有人说 马斯克的精神扭曲力 已经超越了曾经改变世界的乔布斯 他让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 如果马斯克能成功 他就是真正的火星之王 也是会载入人类史册的人 马斯克的行为看似疯狂 但其实也是人类最原始的驱动力 反映了人类最本质和最永恒的追求 那就是 寻找自己在这个浩瀚宇宙中的位置和意义 这种追求既源自于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也源自于我们对自身存在的困惑和渴望 也许几百几千年后 人类已经在星际中殖民 他们仍然会想起马斯克 这个推动人类进行星际扩张的第一人 好 最后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关注小杨栋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